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MKC主播陳希君 好久不見 這一次呢在新的年度裡面 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個主題呢 我們要來談談小眾化的大平台 最近呢大平台這個詞啊 因為某個個性的無意發言 變成網路洪急一時的熱門詞彙 但是不可否認的喔 網路發展至今呢都證明了什麼 做一個平台呢是最好的商業模式 把人通通都進來我就自然有錢可以賺 但是現在呢這種門戶式的大平台呢 在中國的市場上呢 因為各種功能分工的關係 以及行動中端的身份識別可能呢 讓大眾變成一種什麼 可以進行細分身份的一種小眾 所以如今的大平台啊 已經變成切切切切切變成什麼 變成一種相對的小眾大平台概念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最近呢中國市場上有一個名為 轉轉的二手交易平台出現 它的前身呢是知名的58集團的同層二手頻道 它主打的是真實的個人閒置資源交易 為了強調個人這個特質呢 它做得很絕喔 它這裡甚至於禁止什麼 禁止商業用戶進來 各位你看喔 通常能提供給你貢獻什麼 貢獻你利益的是商業用戶 能貢獻你大量商業用戶 可是呢它堅持什麼 堅持平台的使用體驗 使用體驗它把什麼 這個主要的過去的盈利來源把它切掉 所以呢它這個平台呢 對創辦人來說它最重視是什麼 它強調說二手交易啊 不僅僅只是一種過去那種電子交易的關係 它是一種什麼 背後兩個人交易有一種感性的一面 它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比如說有個人在網路上出售一台 二手的電子閱讀器 那它可能就會跟它的買家來說 欸我這裡面呢有某些哪種型態的小說資料 我看我就不要刪了 不知道你是否有興趣 假如買家剛好有興趣 他就會跟他談起來說 欸真剛好這種東西我也有興趣 等等等等 那你看 教育的過程中變成一種社交的本質 而不是再是過去的單純的交易 這樣冷冰冰的關係 那我想呢 這也是真實回歸到說 過去在沒有中間管道時代 人與人交易這種帶著情感的原始型態的回歸 那未來這種型態呢 將出現更多 我們換個方向來說好了 最近Uber Uber在台灣背禁了 也宣布不完了 那其實背禁的Uber不只在台灣背禁 它其實很多地方 它都並沒有推動那麼順利 那在大陸呢 你認為它Uber很紅嗎 雖然說變成被滴滴打車收買 但其實大陸很多網友證明了什麼 甚至於不用滴滴打車他們也可以自己活下來 我們在網路上有個案例 它就是這樣子的 在一個城市和一級城市和二級城市的邊緣地區帶 它裡面就有類似滴滴打車或是Uber這樣的機制 他們是怎麼做呢 就是他們就是有一個群組 他們利用那個WeChat的軟體 就是中國的微信 然後裡面來做怎麼樣呢 這個地區裡面誰有車誰來共存 然後就有一個人來做簡單的管理 也沒其他多餘軟體 那各位看看 他們透過這樣的基本裝置的使用 就可以達到什麼 資源共享的真正功能 而沒有人從其中什麼賺錢 大家從其中賺取的是什麼 資源共享的便利 所以當網際網路的功能越來越方便之後 它所提供的服務會越來越回歸什麼 你本質的需求 好那我們回來看看 這個商業模式給我們什麼啟發呢 第一個啟發還是怎麼樣 就是你未來平台建構的概念呢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以人的行為為核心的什麼概念 各位看看 轉轉它的核心是什麼 二手交易 二手交易背後是什麼 人在交易過程之中所產生的社交聯繫作為 所以說未來的平台就像什麼 每一個思想平台都在建構一個小小的世界 你要去決定 你這個世界是要被什麼樣的人進來玩 不要被地理那個現實框架住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想像力 想像你要建構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你就像一個造物主一樣 你要想像我這個世界要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呢 來發揮它該有的運行機制 這是第一個點 好第二點 雖然剛才說你不要被現實框架住 但現實依然存在 比如說剛剛所說的轉轉中 它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如果要維持它的什麼 它的交易啊 金流啊 物流啊 它其實怎麼樣 還是要克服這些實際上 怎麼把交易行為做得完整的這些關鍵要素 那這些要素呢 我們這樣現在可以用科技來克服 比如說在物流面 現在Amazon就做得很好 那用各種大數據 又各種新的科技工具來運送 盡量降低什麼 降低運送的成本所在 所以對科技的重視 可以用起來克服什麼樣 你這個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障礙 好那最後一個要點呢 各位我還是要回歸到原點 我們談做生意嘛 雖然說轉轉這個平台 目前還沒開始賺錢 但如果你建構的平台 最終最終它必須怎麼樣 至少要能自主營運 產生這樣的一個現金流存在 那要有這個東西呢 你這個平台勢必要有什麼 要有你的核心價值 我們來看轉轉它怎麼做 它在那個網站上 它送辦人事情上網站都宣誓說什麼 在這個交易過程中 它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是建立信任 那經濟信任不是空口白話喔 它為了建立信任 二手交易信任怎麼樣 它引進什麼 第三方的什麼 交易品的品質認證 我舉例來說 因為Android手機太多款式了 所以它針對蘋果手機 只要透過這個平台 來進行交易的蘋果手機呢 它都會提供一個第三方 蘋果專業認證 來確保你交易的東西沒問題 然後才進行交易 那像這樣類似的思維呢 往後怎麼樣 它就可以延伸出許多 它現在也把其他購物網站的什麼 的交易評價導入它的信 導入它的系統 所以呢 以它的信任為核心價值 開始延展出其他怎麼樣 未來阻止其他對手進入的服務 記住核心價值可以很簡單 但是你要把它做得很複雜 這樣別人才不容易模仿 也才有什麼 也才讓後面由人付費使用這樣的價值來存 這樣的價值來存在 好以上呢 就是今天所分享的三個點 希望呢 在今年內 您也可以把你的生意 做成一個什麼 小小的大平台 好啦我們下次再會